欢迎收看边学边做WCA服务 在这一集的线上教学里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 WCA服务的侦措跟分析 那为什么要做侦措 就是如果我们的WCA服务的功能做得比较复杂 那么当用户端程式呼叫进来的时候 如果发生错误 不晓得在哪边 那我怎么很快速的去找到说 我的WCA服务到底执行出了什么问题 那如果说我想对它做侦措 那因为用户端程式跟WCA服务程式是不同的程式 所以这个侦措会比一般的程式侦措要进阶一点 那另外如果说今天我不是要做互动式侦措 我只是想把这个WCA服务执行的一些细节 或者是过程把它记录下来 那我可以对它做一个log 信息log下来 那再进行分析分析它执行的时候的一些细节 跟详细资讯 那如果说我想对这个WCA服务做侦措 刚才我们有讲说用户端程式跟WCA服务程式是不同程式 所以我们会透过Visual Studio的帮助来进行远端服务的侦措 那如果说要做侦措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就是我用这个DUVCF测试用户端 我用这个DUVCF测试用户端这个工具来进行远端 那可以测试一下我的程式的功能 那如果说功能没有问题那当然很好 我的用户端程式还没有 制作的状况之下 我就可以测DUVCF服务的功能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那如果说今天我的用户端程式已经写好了 但是DUVCF测试一下CPU说 传入了某个参数 发现它执行有异常的情形 那我如果想进入这个DUVCF追踪侦措的话 那我可以考虑用第二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就是直接从用户端程式 追踪进入DUVCF来做侦措 OK 那第一种做法我们来看 如果说我的用户端程式还没有制作 那我刚刚把这个DUVCF的功能做好 DUVCF的功能做好 那我只是想用这个DUVCF测试用户端 来测一下所有的功能到底是不是正常 可不可以开放给用户端程式来用 那如果说我们要使用这个DUVCF测试用户端 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就去执行 WCFTestClient.ese 这个命令列工具 但是这是一个单列平台提供的命令列工具 所以我们建议各位用VCF的命令提示 资源的视窗来执行 OK 因为用VCF的命令提示资源的视窗来执行 它会帮我设定好一些环境变数 所以我可以不用知道说这个工具 这个DUVCF测试用户端的工具到底放在哪个资料夹 我就直接执行就好 那等到这个DUVCF测试用户端启动之后 我就执行档案信赠服务的功能 输入DUVCF服务的网址 OK 服务的位置 那就可以对它做测试 OK 好 那如果说我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首先我就把我的Vidual Studio 找到我的Vidual Studio 2010 找到2010Vidual Studio Tour 找到里面的命令提示资源 把它弄起来 好 那我们说过只要启动Vidual Studio命令提示资源 我就可以不用知道说这个工具到底放在哪个资料夹 我就直接写到CFTestClient Enter 好 就启动了 那启动了我就去输入我要测试的这个WCA服务的网址 好 那比如说它是放在IS底下的某个网址 OK 那就按确定 好 那确定之后呢 等一下如果说这个WCA服务的网址 如果正确 我就抓到这个服务 抓到这个服务呢 我就可以对这个服务按两下 比如说我要呼叫我们之前做好的这个GateStopPrice 好 但这个方法呢 需要传入股票的代号 当做ID 比如说我就写1234 OK 那接下来就可以按这个教用 直接呼叫这个方法 那如果正确结果就会传在底下 好 那这个结果呢 如果说你可以发现回来的这个 这个 那个股票价格是多少钱 好 那当然你可以看它XML文件的封包 OK 我可以request 风包是传什么东西出去 回应是得到什么风包 所以如果说我的WCA服务做好 那我想快速的知道说我的功能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可不可以开放用户端来写程式 最快的做法就是用这个WCA服务测试用户端 但是如果说我的呼叫WCA服务的参数比较难准备 比如说要经过复杂的程式处理 复杂程式处理之后才得到这个参数的内容值 或者是我想直接追踪进入WCA服务来做单步追踪 做主步执行 OK 那我们可以考虑采用第二种做法 那第二种做法呢 我要从用户端程式直接进入WCA服务做最终振挫 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 它会有些限制 第一个限制呢 用户端必须以同步呼叫的方式来呼叫WCA服务的功能 要记得是同步呼叫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非同步的技巧来呼叫 OK 那被振挫的这个WCA服务功能不可以加上oneway的宣告 那这oneway宣告呢 就是适合WCA服务的传回执行态式VOID 如果说WCA服务的功能提供给外界呼叫功能 传回执的形态式VOID 就代表它没有传回结果 不传回执行结果的WCA服务功能 可以加上这个oneway的宣告 加上这个oneway宣告的人 不能透过我们这第二种做法来做振挫 OK 那如果所有的WCA服务的功能内部 是以非同步的方式在执行 好 那这个方法如果被振挫 将没有办法检视呼叫堆叠的资讯 也就是我没有办法看到方法呼叫的过程 好 那如果说我们的WCA服务是装载在这个IS伺服器 好 那这个WCA服务的未代卡比克设定档 一定要记得把这个Compilation Debug属性要改成处 这个是特别是装载在IS伺服器的WCA服务才要做这个设定 所以我的WCA服务如果是像之前我们讨论说装载 装载在WIDOS城市啊 WIDOS服务 或是WAS服务里面都不需要做这个设定 要这样OK 所以是只有装载在IS伺服器的才要做这个设定 好 那如果说今天我想从我的城市来进行侦措追踪 好 那我就把我的城市找到 好 这是我的城市 好 那我的城市里面呢 可能直接呼叫这个WCA服务的功能 好 比如说在这边呼叫 那我就在这个呼叫的动作先加个中断点 OK 好 那接下来我当然是要确定说我的城市是以侦措的方式执行 所以就右键点到我的方案 设定这个起始砖 好 那你可以发现我这边已经把我的WCA服务端 用侦措的方式启动 OK 把我的WCA服务端也用侦措方式启动 OK 因为我们想做单步侦措 所以不可以用那个非侦措的方式执行 好 那设定如果没有问题了 等一下就把它执行起来 好 那执行起来之后呢 等到我的这个服务端跟用户端启动 我的用户端启动了 服务端启动的 这边我要等待服务端启动成功 OK 那在用户端这边就按下我们的按键 好 那因为我们事先有设定好中断点 所以这个中断点就停在我们的那个准备追踪记录WCA服务功能的地方 好 那停好之后呢 等一下就直接按 逐步执行 表示我要单步最终的方式 进入到WCA服务去 OK 好 那如果说我们的电脑设定是没有问题的 设定档里面的设定也都OK 好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发现 这样就进到WCA服务了 然后就直接追踪进来 好 那最后进来 等一下如果说呼叫结束 执行如果结束 结束就会回到我们的那个用户端程式 好 那只是目前我们的这个WCA服务里面的功能 我做的很简单 如果说今天我的WCA服务里面有复杂的逻辑 比如说会查询资料库记录啦 或做一些复杂的预算 可能有控制回券啦 有判断式 OK 那我们在这边进入单步最终就比较容易抓到我的城市错在哪里 我的WCA服务的城市哪边执行出错 所以这是一个很精致的功能 所以我可以从我的用户端程式 跨越城市的界线 进入到WCA服务里面进行做征错处理 OK 那如果说我的这个服务 如果说已经部署到比如说执行环境 部署到ISR或是部署到那个其他的执行环境 可是我如果不是想对他做互动式征错 而是执行的时候呢 可能比如说有某些可能比较异常的情形 那这个异常情形呢 又是可能不是时常会发生 偶尔才发生 所以我想对他做个记录 做把它lock了下来 把执行的一些特殊的情形把它lock下来 然后再来做离线式的分析 好所以如果说要记录这个WCA服务 还有用户端程式 执行的过程的讯息 那我可以用什么技巧 我可以来做log OK 好那他可以追踪WCA服务 如果说要记录这个实行发生状况 当然也包括用户端 用户端也可以 好那如果说我要做的话 等一下我可以用设定档来做 因为在上一集的这个线上教学里面 我看到说这个整个WCA服的设定档是蛮复杂的 用户端程式的设定档也是蛮复杂的 所以如果说我要加入这个记录最终 也是靠那个设定档的工具来做 好那我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来新增一个TraceListener Listener就是要接收讯息的那个傾听者 这个傾听者可以把接收到的讯息 转存到档案里面去 OK 好那我可以控制记录讯息的动作 到底我要记录哪些东西 比如说我要记录 那个没有加密处理过的 在加密之前的风包 加密处理之前的风包 跟加密处理之后的风包 这个都可以记录 还有包含传输成传的那个资料格式 好那如果说我们想在追踪讯息的过程加入 比如说追踪一些安全相关的资讯 比如说我的用户端程式 在呼叫WCA服务的时候 必须要提供账号跟密码 那么这个账号密码要不要加入到这个讯息的log里面去 好如果有log下来 我们可以知道说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身份在执行 然后他可能因为权限的问题造成一些错误 OK好那这些呢 这些安全相关的资讯预设是不记录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记录的话 我们要另外指定 OK好那另外的讯息也可以加入过滤 如果说不做过滤 就是你指定的讯息的完整的内容都会被log下来 好那整个这个讯息记录到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去做解释 这个解释呢 当然我可以不要用 用那个文字编辑器 用文字编辑器 要用人的眼睛去判读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特殊的工具来对他做解释 判读 好那如果说今天我想最终这个WCA服务 我们说过可以最终WCA服务 还有包括用户端程式的讯息 通通可以很详细的记录下来 好所以服务端也可以记录 用户端也可以记录 好所以用户端可以把它记录到自己用户端的一个logdown server端服务端也可以把它记到一个logdown 所以整个进行的过程 呼叫跟return的过程中就可以完整的记录下来 好这个是可以做那个非互动式的侦措的另外一种分析 好这个也是一个已经部署到一个实际执行环境里面 好如果说明要最终现异常现象 一个还蛮有价值的一个追踪方式 好那如果说今天我要启用这个DumbCA服务的追踪 OK我们用的是那个DumbCA服务主态编辑器 好那我们可以选到这个诊断 好选到这个诊断的项目 好那底下你可以发现有三个细项 有讯息记录啊有接听项有来源 好但是我们不用不用那个自行去设定这一每一项来源 我们只要把这个画面的设定做好就好了 所以它有个设定画面 我们只要透过这个设定画面 所做的设定就会影响到这个三个项目 OK那做好之后把它存起来就好 OK那如果说做的时候呢 等一下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做追踪的设定 OK那我就把这个打开 比如说我要在我的射本端做好设定 OK所以对我的射本端的AP代卡比克或者是微代卡比克做编辑到VCF主态 好那编辑主态之后呢等一下启动之后就选到这个诊断 好那诊断那预设值呢你可以发现预设值这个效能激素器只有记录预设的 所以你如果要加更多可以自己切 然后切那个效能激素器你要缺 比如说切那个service only只有服务相关的 如果是all就全部OK那我可以用预设值就好 那么如果说你接受到了这些讯息如果要传给到MI提供者也可以用 好那至于什么叫记录自动排清 如果说的我记录到了这些讯息的log要写到文字档 那写一些讯息之后呢要不要做个flush的动作 好这个flush动作如果有做我可以从我的记录的档案里面看到最新的结果 好那如果没有做的话没有设定这个自动排清 就是表示要写入档案的那个buff缓冲区满了之后才会写入 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从我的log档立刻看到一些新的内容 OK 好所以这个你可以是需要要把它开启 OK所以这边我已经开启好了 所以这个要开启关闭很简单就这样按就好 OK 好那如果说我想做讯息的最终 很简单就把它打开 预设是关闭的把它打开 打开你还可以决定说你要记录的讯息的层级 然后这个层级可以学一下 那比如说我如果是传输讯息 就是传输成传送的风包的那个详细的讯息 那如果是格式错误的讯息 就是有格式错误的讯息才要记录下来 但是我如果想记录还没有传输成之前的 就是这个服务讯息 服务讯息就是还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 OK或者是已经还原成原来的内容 比如说加密之前的 OK 所以是或是解密之后的 所以假设这个我要记就把它勾起来就好 所以我们自己不用去动那个设定档 这边把它动设定一下就OK了 好那做好之后呢 等一下你要透过什么log 比如说这里一个log 然后透过log list去做log 而且告诉你说 打扮要存到哪里去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服务程式 因为我现在是设定服务的讯息记录 对不对 所以我的服务的执行身份 要对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档案有写入权限 OK 好这样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如果说我如果要设定的是用户端 假设我是设定用户端 用户端在这边 这是我的用户端程式 我一样可以对它做编辑 就是用户端的这个编辑 然后把这个诊断打开 好那把这个诊断打开 但是如果说这时候是用户端呢 要记得说用户端如果说同样要做讯息追踪 把这个讯息追踪打开 用户端执行的身份也要对这个资料夹 对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档案要有写入权限 OK好所以这是那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特别是如果已经部署到RS的这个WCA服务 那因为部署到RS的WCA服务 预设执行的那个身份权限比较低 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讯息记录的资料夹 没有写入权限 所以要另外做设定 OK 这个不要忘记做 如果忘记做我们的讯息记录将会失败 OK 好那接下来如果说设定好之后呢 如果说我要去追踪 好那我就把我的程式把它执行起来 好那执行起来之后我们看执行之后的结果 好就可以从我的设定档里面看到 好那当然你要事先把这个设定档的位置把它记录下来 好所以我等一下就等我的服务启动 我的用户端呼叫下去 好那如果呼叫有成功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所记录的这个设定档 记录的讯息档在哪里 好所以成功了把这个执行的程式关掉 好那刚才我们就有看到说我的程式 我的程式呢是在我的硬点底下的tap 那我的程式在这边 我的服务端的资料夹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服务端资料夹底下 就可以看到个叫app message 的这个设定的这个讯息记录档 好那如果说我要解释这个讯息记录档 我们也不要用那个记事本来开 你可以发现我如果去选开启档案 它会有一个特殊的工具 叫做svc trace viewer 用这个trace viewer来看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结果 所以我如果选择它来开启 好那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刚才的 整个服务被用户端呼叫的过程中 Servor端到底记录了什么东西 好所以可以把它打开 好那里面的这个记录记得还蛮详细的 好那你可以通过格式化的结果来看 好或是切成sv格式来看 或是看讯息的内容 OK好看讯息的放包 好那每个过程里面记录到什么讯息 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好不但可以看得到 还可以有寻找功能 所以如果说有很多的东西 我想寻找某个特定的关键字 好那对我们解释上是比较方便的 OK好所以这是 这个什么SVC Trace Viewer 是专门检视讯息追踪 追踪党的工具 OK 好那如果说在追踪 在记录这些讯息内容的过程中 我如果有需要记录一些安全相关的资讯 比如说是个人 比如说用户端 要呼叫社会端的到处企业服务 必须传入账号密码 这个账号密码是不能随便储存到讯息档的 好讯息记录档如果有存这个账号密码 好那万一这个讯息设定档里面没有加密处理 这个设定档被看到等于机密资料外泄 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做设定 好才能让那个账号密码 这些安全相关的资讯 也一并记录到讯息设定档 好那如果说要开取这个 记录安全相关资讯的功能做法 有两种做法 好第一种做法 是在WCA服务的层次去做设定 所以我可以去修改这个WCA服务专案的 Way.com或是AP.com去加设定 但是如果说整台电脑里面的 所有的WCA服务都要做这个记录的话 你可以直接改电脑的Machine.com 好那这个Machine.com改了之后 是在这一台电脑上部署的WCA服务都有这个功能 OK 好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如果说我只要针对某个特定的WCA服务 去开启记录安全相关资讯的这个设定的话 你就记得打开这个WCA服务的Project 的Way.com设定档 好那找到这个做Log的这个 做Log这个Source 它Source可能不止一个 所以要记得找这个做LogMachine.login的这个Source 加上LogLogPII 那这个PII就是看到这边谈到的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OK所以这是个人安全资讯 好要表示个人安全资讯要Log下来 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不想改这个WCA服务Project的Way.com设定档 你可以直接修改电脑里面的Machine.com设定档 好那如果说我们要设定下的Windows 找到这个Windows之后呢 找到Windows底下的Microsoft 单内找到Flamework 那譬如说我们用的Flamework是4.0版 选到4.0 好在4.0版底下呢 有看到个Carticle资料夹 Machine.carticle的位置 在这个Carticle资料夹底下 我就找到Machine.carticle了 好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编辑 好一次把整个电脑里面的设定 所有WCA服都启用这个功能 好那如果说我们要设定这个讯息过滤 过滤的意思就是我只要 我要Log这个讯息 可是我只要Log讯息里面的某一部分 我只关心某一部分的内容 OK所以如果说我没有做这个Filter 没有设定这个Filter设定 OK那就表示说 所有的讯息内容都会被Log了下来 好那有可能会造成Log的讯息量比较大 实行上会产生一些负担 所以如果状况许可的话 我可以只Log某一部分的讯息就好 好那你可以在 比如说在这个Service Model System.Service Model里面的 找到Dynastic 好找到在里面加上这个Filter 好那比如说这个Filter里面 我就设定好 我只要Log什么东西 SopEv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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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SopEvlog 里面的SopEvlog Head 我只要LogSopEvlog Header就好 Body我不要看 好那Body 当然提及会比SopEvlog 基本上要大一点 所以如果说我怀疑我的这个Header 有出现一些问题 我就只LogSopEvlog 的Header就好 好那避开那个Body的内容 好那这样可以协助我找到我的问题在哪边 而且不会让我的Log 负担更高 OK 好那如果说要解释讯息 刚才我们讲说你可以用这个Service TraceViewer 好所以我解释LogDout的讯息 好它的工具的全名叫做SVCTraceViewer.ese 好那这个位置也根本都不用记在什么地方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说如果我要解释我LogDout的内容 那就直接对这个LogDout的内容直接按了一下就好 好所以刚才我们已经有看到了 这是我LogDout的讯息记录档 那如果说学开启档案 预设就是用SVCTraceViewer来开 好所以如果预设是这个工具 未来我们如果要解释这个讯息记录档 那我只要对它按了一下就好 好就要对它按了一下就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马上就可以打开 就可以解释 OK好所以这是一个解释WCA服务的 讯息记录档还有WCA服务用户端的 讯息记录档专用的解释工具 好所以一定建议各位用这个来看 好那当然用记事本来看也可以啦 只是那要自己去判读LogDout会比较辛苦 好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WCA服务边做边选的线上教学里面 我们学会了WCA服务的装载的选择 而且制作了一个可以装载在一般的 Windows程式的WCA服务 好那我们我们顺便做了程式的设定 好用户端程式设定 还有WCA服务程式设定的一些了解 好包含细节还有那个那个行为 好那另外如果说WCA服务功能上 如果有些问题我们学会了征错 学会了分析讯息的到做